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我現在在廣州美術局院有話系讀書 過幾天剛好是大四畢業 之前他們說找到我要做這次 講錯的時候我就很猶豫 因為在半年前 因為一篇推送 然後我變成了一個網紅 然後有很多機會來採訪我 然後回答了很多問題 然後也沒有回答得很好 然後我想好像接近一個機會 不是那種問答的方式 我自己去說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接下來了 關於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完春 然後中學地理課本上 然後北半球的夏季是六七八三六月 然後接個講錯在5月25號 雖然廣州已經非常熱了 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說還是晚春 然後晚春也是1月對的一首歌 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叫晚春的原因是 六月份是我可以想像到一個非常沉默的一個月 然後我現在也是困在晚春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就以我的幾個作品 然後講一講我們學院 我們美術館 然後我以為的藝術到底是什麼 然後年輕人到底應該做什麼 然後來切錄 然後我講的第一個作品就是 就附近請醉一百天 然後在17年5月9號 然後廣州美術學院給了我一個處分 然後關於罪名就是 我在廣美塗鴉 然後公共區域製造噪音等等原因 然後就給了我一個嚴重挺高的處分 然後說到這個處分之後 然後我跟我的這個朋友就反覆的向學院去申訴 因為你是有出一個申訴的一個權利的 然後我們申訴然後又駁回來 申訴又駁回來 根本就沒有看到對我們下達這個處分的院長書記 只是說有話系的老師反覆找我們談心 然後到最後 我的兩個朋友的罪名就降了一等 然後我就開始維持那個圓談 就是嚴重警告 然後關於為什麼要做塗鴉 為什麼要製造噪音 當時是我們幾個人覺得 廣美原來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開放的一個學校 然後是允許塗鴉的 然後在一個時間節點上 因為各種亂七八糟的原因 他們就不再允許塗鴉 然後我們學校的那種學生會 也沒有給我們一些 他們說可以跟書記啊 然後校長談話的一個機會 所以可能是我們一個抗議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把這個機靴印在背後 然後把它叫做父親請的一百天 引起大家更多的關注 當時很糾結 因為學院當時給我的壓力非常大 然後我在大概想了半點時間吧 然後最後還是決定把這個機靴印在背後 然後我正常去上課 去美術館 然後 美其明月父親請罪 是一個自己認錯的一個表現 但實際上是讓你起學很重視 然後機靴的背面一個是 我們學校顧過下的那個主份書 然後機靴正面是一個空白的 然後當時就想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然後就叫移動廣告牌 然後就在網上徵集一些廣告位 這些廣告位是要錢的 然後正好也可以來填補我做積稅的那一部分錢 然後降低上做這些事件的成本 然後最後拉了17個贊助 然後應傳的機會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這個事情 進行到十幾天的時候 紅專堂拿到藝術館 然後有一個不要亂拉的展覽 不要亂拉就是那種所謂的藝術大師吧 然後就有所謂的很多廣州的那些藝術圈的人 然後藝術圈的大佬 然後就去展覽現場 然後我就進到那個美術館裡面 然後找了一面白牆 然後就面對面站著 然後背後的書 其實就是背對著大家的 然後很快就吸引了註意 然後美術館的很多人 就過來跟我交涉 然後大概談了幾十分鐘 他們發現我講不過 他們發現他們講不過我 然後就找了一個志願者 然後站在我背面 然後跟我面對面站著 然後到站在那裡結束 然後到結束之後 然後我跟這個志願者還是我的朋友 然後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對 然後也因為這件事 因為那些所謂的學校領導 也會去看幾個展覽 然後讓這些事情 這樣就直接升級 然後學校給我更大的壓力 讓我停止再繼續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有查過相關的條例 然後說通通文件沒有規定 不可以轉移 所以說他們在條例上也找不到 我的這個行為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但是透過於老師 兩個方面的壓力 我還是在第15天的時候 然後停止這個行為 然後把這些照片 然後這些資料 然後收集起來 然後相當於給學校打了一個有機站 然後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我把這一部分整理出來 做了一篇推送 然後這篇推送的名字叫 薩芳耀昭的比自己 然後當時學院也是很生氣 但是就有很多 就是在學校裡面 做類似這種事情的人 然後大家就了解了說 繼續做壓力還是很重要的 雖然說學院 仍然不願意跟我們談話 然後但是 我們如果繼續做 然後還是可以提供一個樣板 然後別人再繼續來做 而且這個事情 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緊在這裡 像這兩種品 就是 一個是廣告做一個畢業生 就是我在大二的時候 然後假裝一個畢業生 在學位授的儀式上 然後去領這個學位 然後 當時就第一給那個播報員 一個隨便我都抓一個名字 然後我就上去了 然後那個播報員 就像我這樣拿著話筒 然後播報了這個名字 然後我就變成了 反化系的一個畢業生 然後 當時 大家都沒覺得有什麼奇怪的 然後出來說 大家好認識我的幾個人 然後晚上就把這個 視頻 然後整理出來 然後又發了一篇推送 然後叫做廣美 最後一個畢業生 然後說我是開了一個 黑色的玩笑 然後 當時也是被大家 就是轉的比較厲害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種 虛構的方式 然後 到後面 然後 然後 我八月份 我到家那邊 然後就 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就是 有一個人叫楊姆幸 然後他就是 在奠基那些網民超年 然後 我當時就想 跟楊羽星這件事情 做一個作品 然後 我就想找楊羽星的家 但是我去 貼吧 然後 谷歌啊 各種群都找不到 然後找到之後 我就想 如果沒有人知道楊羽星的家在哪 那 我如果說 我知道楊羽星的家在哪 沒有容置疑 然後就虛構的 這麼一件事情 我在某一天晚上 然後去把楊羽星家的店 斷了 然後 那 趴到網上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高潮 說啊 什麼什麼 然後還有一部分人知道說 我是斷了假的 我是虛構的 所以你為什麼 不要 為什麼不去真的 去斷楊羽星家裡的店 然後 但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跟楊羽星的家 是老相來的 我覺得 就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針對一個個人 然後 我是針對 那背後的系統 然後去調整的話 這種事情是補修補製的 因為你 把楊羽星電機師 聊為學弟兒 然後有盆子學院 然後背後的事情 其實仍然沒有解決 然後背後 實際上是家長 就是我的家長 我自己 都是共謀犯 然後才會導致 這個社會出現了 這麼激烈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 是整個那個時候 然後大批人 接受的教育 都是激情的方法 包括我的高考教育 然後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然後我 而且在現在這種 互聯網時代 然後一個消息的真實和虛假 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呢 那如果我們能夠 用這種方法去虛構一個真實 讓它成立 然後就可以減輕很多很多的負擔 然後去引起大家 重新反覆的去討論這個話題 然後 然後我要講的到最後一個重點是 上海雙天展 毫無疑問是現在全國 規格最高的一個雙天展之一 然後我在去年 上海雙天展去看了兩次展覽 然後整個感覺都不是很適 然後我就和我的朋友留言說 我說 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 來評價一個展覽 大家 話說 你發音空母圈說 今天上海雙天展 好啦 那我們難道應該期待 下一個 上海雙天展的很好 然後我們就想 去淘寶上買 這麼一個假權測試儀 然後去測上海雙天展 這麼一個 宏大的展覽裡面的每件作品的 空氣質量 然後當時測的時候 也是心理媒體的 然後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們測了30件作品 然後有3件是假權超標的 27件是GVOC超標的 然後後來大家又說質疑說 你這個淘寶商買了一個幾十塊錢的 空氣質量檢測儀 到底準不準 後來 破派新聞又跑到我說 可不可以進去測一遍 然後去報導 我說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你們拿專業的一進去測一遍 那後來他被告知說 關於上海的附近新聞 附近去報導 那在一個真假的 更報導的一個情況下 這個數值到底是準確 還是不準確的 又有多大的意義 然後我也覺得 這可能是我在面對現在所謂的 我是美人出身 毫無疑問的一個學員派 我在面對美院 面對美術館 完全沒有年輕人大聲的機會的情況下 然後選擇用互聯網 然後讓大家更快的 看到我在想什麼 我在做什麼的 一個呈現 然後至於說 那些三十歲以上的 那些所謂的成功技術家 我到了那個年紀 會不會講成那種特別噁心的話 然後我也不知道 好大事 我在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就是 在做這樣的事 然後 我做了時候發現 他就說 我以前覺得 想要被更多人看見 然後想要成為一個網紅 然後後來有一點事情 他也要做到 把我真的推動成一個 不紅的網紅 或者說成為一天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仍然等不到解決 就是他會說 我這些東西都是依賴隱喻的 就是他會說 我們當在微博上打一個 關鍵可能一個字 政府變成 政府 腐敗的那個腐 然後再變成ZF的時候 那我們必然會 越來越依賴隱喻 然後必然會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也是因為這種隱喻 只能讓知道的人知道 然後不能讓不知道的人知道 然後可能 我在經歷了那麼一段時間之後 我自己 也在反思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然後 我接下來就放了一個影像 然後當時是在 我現在是南村生活 然後就在廣州環園區 實際上說是住在廣州 一直都是在廣州一個城東村裡面 然後這個城東村裡面有一個豬 然後是被廣美的一個畢業生遺棄的 然後後來這個豬就越長越大 然後再長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然後就會從這裡拿去沙巴 然後我就根據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做一個視頻 我一直覺得自己在一隻前頭前面的營磚 直到有一天 我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不小心遇到我的磚圈的圍欄 聽說如果把磚圈見得足夠大 裡面有的磚就足夠好吃 我不再想到那邊自由的事 但那些是野豬的事 如果不留在磚圈裡面 我都不知道應該去見 到陽光的磚圈裡面 那邊的磚圈裡面 和物理晉色 吹衝著我的牌線 我在當牌線不足而知 攻我身體的時候 令我心的老土狀態 開始自身 我希望將食物帶來的營養 通過後腹的狀態 精神的狀態 而達到完美的進食評論 我會願意注入我的身體 著氣溫下去 沉著我的身體 令我覺得神聖主義 多處於神的欣賞 分析的食物 令我無法同樣沉著我的食物 當我還見到菲米岸的用大師 我記得就是 已經不自然的時侯 跟她的影響 我會為你驚慌 我似乎到肥瘋的狀態 那臭味蜚圈 從她肯定心上 身體之間的細壓 成為神的能力 用處於我的動作 而在這時候 我將偏望 看到我的普通報索者的身上 希望我再往珠玉的提升 我已經充滿了珠玉的聖靈 可惜 珠玉帶來的智慌 只不過造成她的老闆 她的臭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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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清場之外 你不斷遇到 我會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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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說的 自由性 又可能是 一隻 全身在發生 如果你是 一隻狂犯 你會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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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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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狂犯 他們的自由性 是被遇到 那為甚麼 我們還會挑戰 狂犯的地位 我們挑戰狂犯的地位 不是為了 令狂犯狂 而是為了 令狂犯狂 而是為了 令狂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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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 守護狂的狂犯 希望 他們帶來 日本人的生活 更快的狂犯 令狂犯 很多狂犯 我再去增加的深層 多久了,我再去看 我再去看你,我再去看你 我再去看你 你再去看你,我再去看你 你再去看你 你再去看你,我再去看你 你再去看你 我再去看你 你再去看你 我再去看你 可是你總是在高尖 居同居用的分別 我永遠去做 你再去看你 ,不成為大家را 看你現在沒有分別到 你時間到現在沒有 Zach eighty 當你遇到生靜魂的時刻,你是否做了我心情的頌目? 當你遇到我心情的頌目,從人中的殺死,被烈亂殺死, 会心里会懂 会心里会 谢谢 叔叔 反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